哎呀 这到底怎么行 这写简历怎么被姐搞碗了呢 安姐 她已经搬到小方家了 她 她已经离职了 什么 喂 姐 怎么了 好 那我马上过来 现在都已经什么年代了 你说老太太让我去相亲也就算了 你怎么还在中间藏过呢 再说了 你知道的 缘分的事都是急不来的 我当然知道 我不是也没办法吗 再说了我不是给你打电话 通风报信了吗 你那个叫通风报信 要不是你拿小外申微信 我才不会去 还嘴硬 也不知道回家安慰安慰一下老太太 好 我知道了 好了 说正事啊 好 离开报社 怎么跟我说一声呢 你知道吗 测试多久了 有一阵子 一段时间了 小安 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你没有工作也没有经济来源 怎么过日子啊 而且有家你也不回 你是不是忘了在这个城市还有你一个家了 不是姐 你先别着急嘛 我没跟你跟妈说就是怕你们担心 我再说了我现在不是小孩 以你妹妹的能力 在哪儿都可以过得好好的 知道你逞强 那你为什么要辞职呢 你不会是被那个花花公子包养了吧 你说什么呢姐 你怎么这么说自己妹妹啊 那你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被报社停职了 什么 声音大一点 我被报社停职了 什么 停职 姐 你怎么了 decía 你别叫我姐 快快快快快 快坐下 快 刚好好的 怎么了 她是说来找你的 你是不是惹她生气了 我没有啊妈 没有 简风 医生怎么说的呢 我说 医生说没什么事 就是受了点刺激 吃点药 稳定一下情绪 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回去了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妈 这样吧 你们先回去 我在这儿招呼着 你们回去吧 我在这儿陪我姐 你陪你姐 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吗 你们回去吧 那好吧 那我们先回去啊 这药是谁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好